3月16号,新疆初中、高中以及中职学校的毕业年级于当天复课开学。 90许,乌鲁木齐市第80中学初三高三500多名学生间隔排队站立,等待体温测试后进入教学楼。 疫情期间,为保证师生们健康安全,校方对进入校区、教学楼、教室的师生们进行三次体温测试。 学生们坦言,进教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但非常理解。 之前进学校可能就是进来以后直接上班就可以了,但现在我们要经历三个关卡。 以前的话更加繁重,而且速度也会变慢,之前准时进班就可以了,但现在可能你准时到校,但未必能准时进班。 这肯定会理解,这是我们的责任。 到学校里看到老师同学们也非常的开心,比以前进学校就变成一个非常办法的过程,非常的不容易了,能理解,因为这是特殊时期。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中学党总支书记于燕敏告诉中心社记者,校方早在半个月前就对开学工作做好了各项准备, 购买消沙物资,教学楼内进行消毒,调整教学计划,班级与班级之间实行错峰上下课等措施。 第一个就是对学生进行一个目的测试,摸清我们学生的学期,了解他真实的这个手提,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,进行调整我们的教学内容的难以度,第二个就是调整我们的这个延长点,这个做些实际。 余燕敏介绍,对返校复课的同年级同班学生实行AB班上课,考场试入座,保证间隔距离。 每堂课由原来的45分钟延长到60分钟,授课老师分别对AB班各讲授30分钟课程,其余均为自习时间。 一种新的上课方式,然后是我们一种高三的不同的一种体验,很新奇,但是也有一些不适应的孩子。 就比如说老师那个得在两个班之间不停地为我们辛苦地上课,然后我们的课程时间也缩短了,自习时间变长,就锻炼了我们的自学能力,但是就少了更多课堂上的讲解。 3月16号,新疆共有毕业年级51万学生复课,新疆韩兵团连续26天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。 随着疫情防控逐渐向好,按照新疆教育部门通知,新疆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和中职学校于3月23号全面复课。 另外,按照新疆教育部门的统一要求,3月16号开学后,除复习备考的必需课程外,暂时不组织聚集度高的体育、文化、艺术等活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